说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 其实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小矛盾 小恩怨所造成的 很多夫妻不知道相处的恰当方式 总是作死的做一些事情 就比如下面这几件事 做过四件以上离散活也就不远了 第一一吵架就冷战分床睡 气不消就作不停 其实得饶人畜且饶人 要是两个人之间能协调 那么各让一步就算了 何必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呢 二吵完架后男人来哄 女人却爱搭不理 一点都不给面子不给台阶下 男人都已经拉下脸开始给你道歉了 女人就好好收着 事情后果没有严重就不要太过计较 差不多就行了 否则受苦的只会是你 三明明关乎到两个人的事 他处理时从来不对对方商量 一意孤行 恋爱关乎的是两个人 而婚姻关乎的却是两个家庭 所以有些事情就不要一意孤行 也要听取另一半的意见 否则很容易造成夫妻之间的纠葛 四 以为自己吃死了对方 总是拿离婚威胁对方 无论男人女人 做这种事情都是很愚蠢的 一个仗着别人对你的爱就胡作非为的人 是很可耻的 如果你总是去拿离婚去威胁深爱着你的人 那么有一天你所拥有的爱也会变得很廉价 五 当着丈夫的面说婆婆的不是 婆婆再不好 她也是你的半个妈 也是你男人的亲妈 你这样当着你丈夫的面说她妈妈的坏话 你觉得她会袒护你还是说你不懂事呢 女人这样做就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六 面对外面的诱惑 明明自己的另一半对自己已经尽心尽力 却还是狼心狗肺的蠢蠢欲众 最终选择了背叛 也许你以为只是一次没关系 也许在你看来你出的是鬼 可是在你的另一半看来却是背叛 是不可饶恕的 七 有时候明明知道对方已经极力忍耐了 自己却还是无理取闹 得寸进尺的要求更多 这样只会让你的另一半对你更加反感 真的不作就不会死